大家好,我是班大师,欢迎收看本期的观众观众们,酱酱的雕刻家,国服第一雕刻 嗯,病患,拥兵,武女加,机球手 这个阵容的操作上限还是蛮高的 机球手,武女,病患都是有操作起来的可能性的 但路人局嘛,我觉得可能配合度没那么高 你要打出一些比较妙的配合,就不太好去想这个剧本 现在的话,两颗球已经打掉,机球手这边应该是我吃一刀 这个是我吃一刀的,这刀稍微有点急了,没关系 然后血利刀,反正这刀怎么地给你扶上 后面的话,武女这里要不要给个减速吧,音质,给了 机球手这边开车走的话,其实我觉得要把这扒 哦,他是选择去追这个机球手,我本来想说这边追武女行不行 追机球手也行吧,因为机球手败血,我这边闪现好了 钱,你这边只剩一颗球 投了个墳场,他带的是张黄,张黄加底牌嘛 很想天赋,不带挽留,少年很自信啊 这边想来白嫖一刀,这个病患没打到,一勾没拦住 那这一波没找这个机球手再来抓病患 这机球手回身过去把球捡一捡状态不好 最后一会又是一条反弹啊,我觉得这个机球手刚才…… 这怎么情况呀? 呃,他天上呢。 跟过来的话 这边这个窗应该是打不到 这应该是操作出现了问题 这个闪现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真不知道什么情况 由于他带的是张黄 这边是打一刀游民就到二阶的 你说雕刻下没得打嘛 好像也还有点机会 但是确实现在对于监管者来讲的 处于一定的劣势 就看他到二阶以后 能不能通过他的神仙雕像 把这个局势搬回来了 因为这种神仙级的雕刻家 你看 打了一刀 然后神仙雕像直接把这傭兵给秒了 后面的话 这边舞女要来救人 这可是手里面的四个雕像的 一波雕像亏 没推到 舞女这个位置 其实我觉得牵起来打气球刀也可以 牵起来打气球刀也可以 舞女打一盒 打一刀 好 先挂上 并换这边是个上挂飞 手里面两个雕像 他这边选择防守是可以的 我觉得防守是可以的 因为这边 穷者全员残血 你们谁敢来救人 舞女这边想来捞吗 换一个舞女也可以 打佣兵二挂野心 这舞女说不定还走不了 这一波他没有选择去追这个 病患 是很正确的一件事情 我要你一个上挂飞的病患干嘛 对不对 我这边两个人 这个时候又去追嘛 佣兵导致 再去追病患也行嘛 但追这被病患的 接手这边可能会搞你一波 其实我觉得直接再把佣兵挂上 也可以啊 他这边佣兵挂上的 可能病患或者接手当中 会补好一个过来救人 你二阶雕刻家怕什么呀 这里 等你翻 然后一个精准的雕像 这边其实这个 病患已经等了很久了 病患已经等了很久了 再过来找到接手 落地有闪现的 闪现 三二一 找你 好的 就通过了一波神仙雕像 这个局势是瞬间扭转 也没什么办法的 优兵没救下人来 当时那个位置 如果说因为我们得看回放 当时看 我感觉是真的 优兵就是被雕像给砸的 人都摸不上 连砸两下 然后反身一刀吧 就这两项砸的 他根本救不下这个人 看看中间有没有 有没有时机能够救下来的 如果没有的话 那确实没什么办法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过马路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 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这有些那个实际师傅 对吧 他可能心也不在这个开车上面 对不对 你要寄希望于他看见你来避让你 不如对吧 你自己先把这个环境看清楚 这波车呢 确实帮了瓊子一个大忙 但瓊子这边烈是很烈的 还差一台整机 还差一台整机 这边找到接手 然后我觉得以他的雕像能力 这个球者是遛不起来的 这边的话球没打到 起爆发 有没机会了 好的人挂上 佣兵半血 你怎么也得把这个状态补起来 佣兵才能救人吧 这武女要给佣兵补状态 摸满血 这人都过半了 这武女如果说 位置还没锁 投个分场 这武女分分钟 只骗人吹一口气就没了 看见足迹了 佣兵跳过来 地刀 哎呦我去 这把实属的佣兵也是真的惨 武女有护臂 一个护臂跳过来 好的 没想到吧 我武女有护臂 分场 来不及 捞下来 捞下来 搞一波 武女倒了 再补 躲刀躲球 走你 好的 这佣兵真是这局承受了无数多的伤害 游戏到这边就结束了 好的 也是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这到底挨了多少刀啊 我们算是佣兵待会儿吃多少增设吧 吃多少伤害吧 拜拜 后面的话 已经没有任何学念了啊